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13座哨塔 驻立在监狱四周 核枪实弹的武警 24小时守卫 主席的监狱呢 它的防守也是非常严密的 它也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安保设备 所以从这个监狱跑出来的话 会比登天还要难 但是在这里却有囚徒妄想的登天 穿越着高墙和一层层高压铁丝瓦 27岁的董家继因犯抢劫盗窃罪被判私缓 28岁的乔海强因犯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 分别被判无期和私缓的董家继和乔海强 他们同住在彼此监视 已经分别在狱中服刑近五六年 就在一年前两人秘密开始谋划越狱行动 无期和私缓 那么一般都是在监狱里面将要度过很长时间的 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呢 他就不安心这么长时间在监狱里面不行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渴望 一种能够脱离这种监管的这么一种欲望 乔海强和董家继开始做着越狱前的一切机会工作 他们首先是要寻找时机撒磨越狱用的工具 所以就说从后来看到的这个作用工具来看的话 就是有人分析他们内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分析的话 很可能是很可能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 利用一些空歇来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道具 董家继还将家人探监时带来的衣服想办法藏起来 已被越狱之用 然而由于在监狱里监控设备无处不在 囚犯的一举一动都在狱警们的坚持之下 所以董家继和乔海强预谋的越狱计划迟迟无法下手 他们经过多次观察设计 觉得两个人要想越狱恐怕有些势单力薄 难以逾越层层关卡 于是在实施越狱计划的半个月前 他们又拉拢了同在一个先驱劳动的两个囚犯 加入他们的越狱行动 21岁的李洪斌 因患抢劫盗窃罪 被判妇妻处刑 27岁的高伯 反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被判死缓 人类的一种心理 有时候单个人他可能没有这种胆量 那么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 那么这个时候互相之间的激励 互相之间的这种影响 这是相当厉害 10月17日星期六 下午2点 路过浩特市第二监狱第三监区的犯人们 正在两名狱警的看守下参加劳动 此名囚犯许某已久的越狱行动 如期展开 因为董家继负责库房管理 他们就趁机选择在库房下手 自然先将一名看守狱警捆绑制服 然后发掉其警服 随即他们又把狱警蓝建国拼到库房 对于蓝建国极力反抗 使得四名囚犯不法得到警服 在户斗中 蓝建国倒在血口中 凶残的大夫最后在他身上 痛了五十六道 这一切都是在库房里完成的 随后四名囚犯在厕所里 一人换上了抢来的警服 其他三个人穿上了事先就准备好的便服 之后他们迅速的向监狱大门逃去 乔庄打扮之后的四名逃犯 能够蒙混过关吗 小海强 董家记 李鸿斌和高博 这四名囚犯 在残忍杀害狱警蓝建国后 已经没有回头路 但是他们要想逃出监狱 必须要通过四道门抢 他们先要经过两道刷卡门 再经过第三道鹰眼门 最后一道大门 是有人工控制的双保险门 所以罪犯想通过这样的门 是非常非常广大 从监狱的监控录像上看 四名囚犯是如此顺利地 闯过了前两道刷卡门 而走在他们前面的狱警 却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在袭击狱警之后 他们可能是一个常逆的过程 他们在监狱里面选择了一个时机 尾随一名狱警 那么这一个关了 他顺利通过 实际上就证明了一个 他实际上跟着他出来的 一点都没有防备性 如果说四名囚犯是尾随警察 通过两道刷卡门 但令人费解的是 监狱的鹰眼门 又是如何越过的呢 有意思是三道门 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 在由于发生前 就我了解的话 可能大概半个多月的这个时间 又加了一道鹰眼门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 了解的这个通过视网膜 识别技术来控制一道相当于密码门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监控设备 作为鹰眼门 是通过红外线扫描瞳孔 确认身份后 才能打开这一道门 把以前两道刷卡门的科技含量更高 给工作人员 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原本以为这道高科技鹰眼门 可以挡住囚犯们的脚步 但是四名讨犯最终还是非常蹊跷的 越过了这道门 也许是一个巧合 也许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可能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它的这种开启和关闭 可能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时间 是凡分分子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空隙吧 能够从这个门里面通过或者直接去 越狱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四名逃犯尾随警察出门 也绝非是偶然和巧合 而是早有预谋的 此时挡在四名逃犯前面的 已经是最后的一道由人工把守的大门了 尽管四人进行了伪装 但是他们手持的身份卡 是很容易一眼就识别出来的 而且在一般人的眼里 监狱的大门应该是重兵把守 要闯过这最后一关 也绝非易事 就在四逃犯侥幸通过了前孙逃门 正准备越过监狱的最后一道大门时 意外却发生了 就是最后一道门呢 它不是沙卡能够打开的 它是认为手工要控制打开的 那么就是一道这个通道的边上 还有一个监控室 监控室里面有三个人 其中两个人负责这个大通道这个汽车警处的检查和方形 另外一个人就专门负责这个最后一道门的这个身份识别 出入人员的身份识别 那么他就经过他的这个验证之后 还能够打开 这四名逃犯一路畅通无阻 连闯三观 但终于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当时由于最后一道门要经过这个身份识别 那么要检查他们的这个这个门卡 或者是工作相关证件 小庄警察的董侠既值得出示被害预警 蓝建国的出门证 并手指挡住了照片 这立刻引起了值班人员的注意 当工作人员上前盘问 随即就挨了逃犯一刀 门为瞬间倒地 自明逃犯拔腿就 那么这一个关了 他顺利通过 实际上就证明了一个 应该做好一定的准备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是对犯的话 那么他这样这个面临的 对你的这种心态 都是很直接 很凶狠 那么这个就是自我的防范 在这方面都签了 这天正好是第二监狱的坦监日 大门口人买车瓦 一往常又闹了几座 一辆出租车 刚刚停在监狱大门口的不远处 这时候 四名逃犯恰巧从监狱里冲了出来 他们疯狂地扑向这辆出租车 乘客臣女士还没有来得及下车 一把刀已经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上来就拿着 所以一上来就把我脖子弄住了 你给爷说一声 爷这次就让你上司机 监狱他上台 你算求劳 越狱案发生后 前线第一总指挥监狱强迅速下达应急预案 呼和号特市的公安机关和武警官兵 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覆控搜查行动 在呼和号特市方圆 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迅速布下了抓捕四名逃犯的天罗地网 一名重刑囚犯越狱前逃的消息已经传开 立刻引起了老百姓的痛况 这四个越狱者都是重刑犯 而且他们都是杀井越狱的亡命之徒 不论潜伏在城市还是农村 他们极有可能继续作案 伤害无辜 如果是说他们已经造成了新的犯罪 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新的灾难和影响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将有不可出现的准备 在防止这四名逃犯 趁着夜幕的掩饰继续潜逃 那么现在在这里所有的交通主干道 交通枢纽 车站和机场都布控了像这样的击查点 那么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呢 是联手24小时 对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 乘客进行拉网式排查 10月18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布通缉令 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四名越狱在逃犯 美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指挥中心昼夜灯火喷鸣 前线第一总指挥严炳墙 在紧张的等候着从搜捕前方传来的消息 但一直都没有任何线索 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的囚犯逃脱 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几千名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 地毯式的搜索 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而从通缉令发布以后 呼和浩特的老百姓也是人心惶惶 因为有命案在身的四名逃犯 亡命天涯很有可能铤而走险 伤疾无辜 两天以来 从前线的第一总指挥 到所有的公安和武警战士 他们每分每秒都在经受着一种煎熬 而在十月十九号上午的八点多 前线总指挥严炳强 一直攥在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那么这通电话带来的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呢 10月19日上午八点零二分 离呼和浩特五十多公里外的 克林格尔县公安局 接到瑟碧牙乡台积村的王咬汉 打来的报警电话 县公安局出动警力 迅速赶往台积村 凌晨四点多钟 前来要水的年轻人 立刻引起了王大义的警惕 因为前一天 他从呼和浩特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抓捕四名逃犯的通缉令 我们找他起来 说刚刚夹阳 刚刚夹阳就死到家中 他到时候一漏就住了 他说假疑啊 他家就在这七桥门 桥门没有开 没开 他就说这交易了四个人的交易 出门口一看 结果在一个稀土 一个半上坡的地方 一个稀土的地方 有四个不同的交易 有了这个线索 警方将搜捕的目标 就锁定在了王大义所在的 鼠壁崖江海基村 这里大都属于丘陵地带 有许多自然形成的沟壑和山洞 非常便于逃犯的隐秘和躲藏 因为这些人呢 这个很狡猾啊 这个在这个荒郊野外的沟谷 这个这个丘陵里头啊 走来转去啊 使我们这个警犬最终也很困难啊 最后我们的警犬还是追踪到了他们 这个常立的一个地点 在这个地点呢 发现了啊 这个香肠 香烟 和扔掉的棉袄 他在这个街上干活穿那个衣服 怎么当地老百姓出这种样子 那不可能的 老百姓拿出的机会拿 那不出的 然而 我们发现了逃犯丢下的衣物后 再没有搜索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组 随于前一天下的一场雪 所有的气味都消失了 这个警犬的募寻带来了难度 再加上这一代地广真兮 逃犯很容易在这里藏 正当地球莫展之时 总是会严肯严肯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20号早晨8点10分左右 我们局指挥室又接到这个村民举报 说是有四名可疑人员呢 在这个台机村一个小卖部 发现去那又买食品 10月28点10分 云民哥尔县公安局又接到群众报警 一名逃犯在台机村的一家小卖部先生 接到报警后 和令科尔县公安局迅速出动警力 赶往台机村展开搜索行动 还有一些旧拉上来的 东西挺多的 滑雪的时候呢 他就逃出了两块钱 他就不要去 当时就要许多东西 上午9点来中 正在搜索的警察郭先贵 一眼发现了山上四名逃犯的身影 我就看着山上有四个黑影 四个黑影 我觉得应该就那四个人 这时四名逃犯也发现了迎面而来的警察 并马上掉头逃跑 在途中 他们截车了一辆农泳酸轮车 最后又截车了路边的一名妇女 作为人质 一场围追堵击的战斗就此展开 就在这个时候 前线总者会严炳翔 接到和林格尔公安局政委 陈清华 在追捕现场 打着电话 他给我报告说 哎呀 袁局长 我已经发现这个车 歹徒驾驶的浓用三轮车 在合脱公务上风控的逃跑 与好不管警察的鸣枪试景 我现在正迎过去了 他们不停车 怎么办 我说 你要发现了 不停车 那你就想办法 这个 撞住 我们俩和通子话 就突然就没有声音 就没有人讲话 后来当时我说坏了 我们的政委 就在严炳翔 拿着手中 很有断信的电话 交集担心的时候 陈清华的声音 又突然了过来 他说 我现在已经开始追他了 我徒步在追他 离我 也就二十多名 我说 你们抓住 农用三轮车 很快就翻倒在了 合脱公务的路口下 凭他们迅速展开围图 女人之最先被安身接近 也对人之的逃犯 李红丁 也被当场抓获 那个油车 把他送到医院去下 他一米开 你开这个摄像 这么大 你怕不会 拿来 是 你怕我 可以 我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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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警察郭香贵 一只紧追逃犯 董家继 死死不放 最后 回不得公安 和武警人员 赶到现场 企图自杀的董家继 最终缴械投降 把袋子招 继续将拿个十楼 带子 都要招了 快去 把袋子招 套往乡政府方向的乔海强 首先来到了乡卫生院 在没有乡卫生院工作人员 要的车钥匙的情况下 又逃到了乡政府 打到的四楼 从山楼了 他这个流了血 以后就跑到这个位置 我让他下来 投降 他不下来 把他拿这个玻璃 带血的玻璃 向我砸了一下 然后这个 腿上玻璃砸了 还在那 完了以后 我就开了一枪 把他对方就 继续吃药玻璃 把他从四楼流 掉下去 把他下去 吸进一根冰 把他抓住 这边的车钥匙 走 干嘛呢 走 快点 走 这是一个 还是龙王 还有一个 没有 没有了 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 一个 有一个 不行了 他撬下来了 赢不低了 放那个夹车 驾驶 走自己 走自如 走自如 站一下 来来来 驾驶了 驾驶放到车上 来来来 驾驶放到车上 驾驶放到车上 开这边了 回 这高伯 他又往受伤那个小郭 他们两个在搭斗过程中 小郭被这个高伯 腿后扎了一刀 扎了一刀以后 我们转身准备抓高伯 高伯向那个方向逃跑 逃跑我们还有一组 一个单子 用枪 因为我们有命令 如果要是犯罪分子 富于顽抗 可以就地击毙 经过67个小时的大搜捕 四名越狱的逃犯 全部落网 一人被当场击毙 三人被缉拿归案 老百姓感叹 没想到这么快 就能把逃犯给捉拿归案 可以说 这是群众对于人民警察和武警官兵 圆满完成任务的最高的评价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千万别忘了那位王大爷 因为正是王大爷提供的线索 给整个抓捕行动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场胜利 也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胜利 但是这一次成功的抓捕背后 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思考 现代化的监狱 硬件设施是否完备 就算有了高科技的监控手段 我们的管理是否跟得上了 这样的越狱事件 还会不断的重演吗 亡羊补牢 是否已经完了 这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量假币出现自动取款机 神秘男子 平线案发现场 疯狂存取现金 三个月千里最终 假币团伙最终落网 眼界下期会播出 假币遗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